欢迎收看梅子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漂亮很多 生活中的俊男靓女比比皆是 明星们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帅一个的漂亮 大家都知道 这得益于整容数的飞速发展 比如说国民老公王思聪喜欢网红 他找的女朋友 个个都长得一样 一看就是从整容流水线整出来的 整容数真的是个了不起的发明 能让丑小鸭立马变成白天鹅 现在很多家长送给女儿的成人礼 就是支付昂贵的手术费 送他去整容 那么你想整成什么样子呢 很多女孩子都说 想整成Angela Baby的样子 Angela Baby的长相可以说是完美 基本上没缺点 你以为他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天生励志吗 错了 他也是整出来的 不过他整得非常成功 不但变漂亮了 而且还有很高的辨识度 据说他是去日本整的容 日本人以工匠精神著称于世 在整容上也是精益求精 与韩国整容流水线不是一码事 不少女孩都想整成Angela Baby那样的脸型 却没有一个真的整得像他 好神奇 Angela Baby的脸到底是如何练成的呢 她的脸可以说是日本整形专家 耗时七年金雕细琢出来的 Angela Baby整的第一个部位是面部正合手术 其实Baby的底子并不出色 所以必须从脸框上开始改 需要大动干戈才行 要削骨 也就是正合手术 上合骨要削 下合骨也要削 大家看图就知道 整个脸型变长了 下巴更翘了 脸部线条终于变温柔了 Angela Baby做的第二个整形项目是牙齿矫正 现在牙齿矫正也算是整形美容的一种了 这个手术是Baby自己承认过的 她以前是典型的爆牙妹 要知道身材再火辣 妆容再精致 如果没有一口整齐的眉齿 还不都是白搭吗 所以说牙齿矫正 堪称整容 Angela Baby做的第三个整形项目是双眼皮 其实Baby以前也是双眼皮 属于开扇型双眼皮 不太适合她现在这种混血感的脸型 所以她将天生的双眼皮改成了欧式双眼皮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这改一下确实美多了 Angela Baby做的第四个整形项目是鼻整形项目 还记得之前Baby的鼻子透光事件吗 她的鼻子在光线下山根是透明的 这就说明这一部分是填充物 她以前的鼻子确实不是很好看 浓鼻以后鼻小柱延长了 鼻头变得小巧了 鼻翼也缩小了不少 Angela Baby做的第五项整形是美唇树 樱桃小嘴一直是女生唇不好看的标准 以前的Baby嘴唇太厚加上爆牙 完全没有优雅的气质 而现在Baby的嘴唇那是标准的微笑唇 是很多女生想要的嘴唇整形模板 Angela Baby做的第六项整形是下巴整形 Baby以前的下巴被人质疑都快飞出来了 后来去医院整形鉴定 确认是没有做过整形 其实是因为它填充的是玻尿酸 而不是硅胶 所以难以鉴定出来 现在Baby的下巴已经是自然多了 Angela Baby做的第七项整形是面部脂肪填充 2015年轰动一时的Baby整形鉴定罩 真不感人呢 太阳穴凹陷了额头中间凹陷 看起来额头两边高耸 好像要现出圆形 变身东海小龙女 总之面部凹陷真的会显老十岁 所以现在的Baby面部丰满之后 年轻十岁有没有 法令纹消失了 苹果鸡归位了 整个人都少女感满满了 现在不管是不是明星为了美丽和自信而整容 无可厚非 在当今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变美正在成为时代的主流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颜值就是生产力 让自己变美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正如网友所说 人就活着一辈子 你只管潇潇洒洒的过 活在当下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好 又何必去管别人怎么看你呢 生产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